I can't understand you If you don't know me by now Ross Stewart的歌声 你听到的节目是每个礼拜天下午3点10分到4点 在汉声全国联播的快乐向前行 我是黄银 接下来我们进行快乐健康馆来谈一个大家都很关注的主题叫做睡眠 你有失眠或睡不好的困扰吗 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够一觉到天亮 但睡眠专家指出半夜会醒来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如果你睡到一半醒来或是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 不需要过度焦虑 有一些具体的方法跟建议可以帮助你度过失眠的夜晚 很多人以为良好的睡眠是一觉到天亮 然后带着微笑满足的起床 这其实是误解 解决失眠计划的创办人彼得斯 他接受数位杂志的采访时说呢 半夜会睡醒是很正常的事 这个说法并不代表你半夜醒来 挣扎着想睡却睡不着 睁眼到天亮是睡眠的常态哦 如果你半夜常在同一个时间醒来 可能的解释是你通常在同一个时间入睡 然后再进入浅眠期时醒来 睡眠解方的作者脑神经专家温特他就指出 一般人一晚睡七到八小时 因此通常经过三到五轮的睡眠周期 有可能会醒来两到三次 觉得自己睡眠品质一直很好 这个数字太荒唐吗 解决失眠计划创办人彼得斯说 翻身拉被子或者和伴侣讲两句话 如果醒来时间少于五分钟 我们往往是不记得的 有人用智慧装置或睡眠应用程式来监测 睡眠品质的时候也会发现 睡眠图形上下起伏 显示一整夜有几次醒来 但自己却毫无印象 他认为呢 睡眠中会醒来数次 可能只是跟随睡眠周期起伏 但也有可能是因为噪音温度太冷或太热 光线变化所导致的 半夜会醒来几次没什么好担心的 也不会影响你的睡眠品质 但讽刺的是 当你开始担心半夜醒来 才是影响睡眠品质的开始 脑神经专家温特就说了 人们对半夜醒来感到焦虑 一个原因是害怕没睡觉的后果 另外一个原因是对无法控制睡眠而感到焦虑 他说呢 不必担心半夜醒来 不必担心半夜醒来 说得容易做起来却很难 值得庆幸的是 有几件事可以帮助你在黑暗中保持平静 不用那么担心 第一件事就是不要看时间 约翰霍普金大学精神病学和行为科学助理教授 包纳佛他建议呢 睡前将闹钟转向墙壁 并且克制自己去看手机手环手表等冲动 你也可以试试渐进式的肌肉放松法 将身体手脸身体腿等各区域的肌肉收紧五秒后放松 从中感受肌肉紧绷和松弛 例如双手握拳五秒放松 双手往前平推 感觉小手背用力 然后放松 手肘内夹感觉上手臂绷紧再放松等等 肩膀 耸肩后再放松 记得在进行中保持缓慢且深长的呼吸 如果膀胱已满就去上个厕所 并确保卧室凉爽与黑暗 调整枕头高度 让它在你喜欢的角度跟位置 如果还是没有睡意不要躺着 起床去另一个房间听音乐或看书 直到有了睡意为止 记得克制自己去拿手机 拿本书阅读但不要在床上 因为大脑会将清醒和床连结 而不是睡眠 隔天照着正常的行程进行 不需要多睡也不需要午睡 更不需要早睡 在平常的时间就寝 平常时间起床 虽然因此白天会觉得比较累一点 但这种疲累会增加身体的睡意 可以帮助你的睡眠回到正轨 如果半夜醒来的次数更频繁或时间更长 已经明显的影响睡眠品质和作息 建议要就医寻求医疗建议 检查是否因为睡眠呼吸中止症 或者其他问题所导致的睡眠障碍 以上资讯摘自黄慧如所写的慢老2.0 不是活得更老 而是延长健康周年 今天节目就敬意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欢迎祝福您平安喜乐 我们下礼拜天 同时间于空中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